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羅昌老師 聽說你們在自然醫學方面 說夏季是我們補腎氣的好時機 是不是 對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們幾個穴位 可以讓我們補一下我們的腎氣 就是我們在講 就是第一個腎疏穴 腎疏穴挑的方法就是肚臍後面 跟肚臍同高 肚臍同高度後面的脊椎 然後兩個手指頭旁邊 叫做兩個腎疏穴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你在腰痠背痛 特別是做久了以後腰痠的時候 用這種手指頭 去壓它 拍打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拍打 結果第一個就是說現在很多人 就是做久了以後腰痠不舒服 甚至就是說這樣拍打的時候 就會比較舒緩的部分 所以很簡單 跟肚臍同高 離脊椎兩指幅這樣子是不是 對 然後第二個我們再講官員穴 官員穴 特別是女生 如果有泌尿道的問題 或是就是說月經失調的問題 很多東西 甚至便秘的問題 肚臍下面四個手指頭 四個手指頭 對 然後男生預防攝護腺腫大 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摸或是就是說順時 用手指上去揉就可以了 對 然後就是中醫在講 就是說一定要晚上睡覺 最要保暖的地方就是官員穴這裡 對 所以就是說比方說這夏天 你吹冷氣任何地方 還是要蓋一個東西在這個上面 就是我們在講就是脖子 這邊官員穴 膝蓋跟腳 都是要保暖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就是瑜伽穴 這個就是通常我們就是 我們有很多癌症的病人 有些比方說肝癌的病人 附屬很嚴重 然後手腳 就比方說整個水腫的時候 我們常常按這個瑜伽穴 就是這兩個的中間剛好 用力這樣揉 揉了以後很快就是水腫就會消掉 甚至有利尿的作用 瑜伽穴 對 甚至就是說有些人 比方說喝水池 就是比較常容易水腫的 比方說腳有水腫或水腫 常常按這個 比較不容易水腫 所以瑜伽穴可以利尿就對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泳泉穴 泳泉穴在中醫講來就是說 釋放能量最好的地方 所以像我癌症的病人 一定要他戶外 一個月要戶外走一走 就是兩次 就森林裡面或是海灘上面 要光腳嗎 對 一定要刺腳 一定要刺腳 就是我們在講就是刺腳的時候 才會把很多能量釋放出去 然後照太陽是正的能量 從這邊出去 負的能量從 泳泉穴 泳泉穴是一個非常好的釋放 所以現在國外為什麼那麼多流行 叫做Eatening 接地氣的概念 但很多人就說在房子裡面 是不行的 一定要接觸大廠原山的石頭 像我常常去七星山 一到山上就是把鞋子脫了 然後踩一下那個石頭 然後坐下來 太陽從後面照走 然後這個白灰穴進去的時候 整個人放鬆 所以要用泳泉穴 還要找氣場好的地方就對了 對 氣場好的 像比方說南港公園 我們在講就是全世界能量最強的地方 我們每次去那邊踩一踩草原 整個禮拜都是非常舒服的概念 所以一定要把示範能量出去 永泉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接觸大自然 保護腎臟真的太重要了 台灣是洗腎王國 那麼你看我們從節目一開始 講手三一是調的加了蛋白 說蛋白就長這個樣子 過了四五十分鐘沒有消 所以作為腎臟科醫師 你平常日常保養當中保護腎臟 你提醒大家哪些方法 第一個女生尿來尿去 記得回頭一看 因為男生自己盯著尿看沒問題 可是女生常常沒有辦法 看到尿的顏色跟尿的泡泡 這個尿尿久泡不消的 你一定要去看腎臟科 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那尿色不對 我們剛才講過 不管你看到戴紅色的 一點點紅色的 甚至於說那個尿色太淡 完全沒有顏色的 你也要趕快看腎臟科醫師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就是可以早期發現腎臟病之外 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建議 你要保護你的腎臟 第一件事情 你不要吃太多毒素 你不要打太多毒藥 譬如說你的止痛藥 鹹飲劑 這個不要毛的打 因為現在這個檢查很發達 常常有一個病人 在一個月之內在三家醫院 都做電腦專程 各打了一次鹹飲劑 很可怕的一個做法 那你的腎臟鐵打的也受不了 那當然你這個 加工食品裡面的毒物 就像以前的毒澱粉 裡面的順滴蟹酸 它也是個腎小管毒物 塑化劑它也是一個毒物 那這個東西都要盡量避免 最後你要控制你的膳膏 膳不管哪一個膏都會傷害腎臟 血液越高 腎臟越壞 糖分越高 腎臟越壞 剛提到腎疏穴 這個是針對調腎經 可是同時可以保護腎臟的做法 到底怎麼做 所以我們現在跟人一起來做做看 對 就是我交一招 然後這個是第一招 就是一定是肩頸同框 肩頸同框 你一定要手這樣子 一定要手指這樣子打開 然後接上來 主要一起做嗎 對 就是呼吸 不用管 這樣是吸氣 吸氣 然後放下去吐氣 你的意思是說手是睜開的 一定要睜開 對 這樣子 吸氣 吐氣 手一定要拉上來 這個是就是說你眼睛要閉著 然後這個 眼睛要閉著 對 這個是第一招 一定要這樣子吸氣 吐氣 就放鬆 然後第二招一定是就是說 護腎疏穴裡面 就是這個後面 然後一定要跨最大步 最大步 這個才會 這樣滑倒 這樣才會那個 這個動作不適合凱雲做 這樣是要拉開什麼筋是不是 對 拉開的時候 才會滅掉系統的循環變才會好 然後這個要顧好 不要受到腰的傷害 往後癢 往後癢 好 可是如果你脊椎有問題 最近盤等了就要注意 動作越慢越好 這樣子一定要顧好 就是一定要在那邊穩住 穩住的時候就是保護那個 腰部的不要受傷 往前癢 然後往前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時候 會這邊胯下都很痠 所以它調節就是整個跨部 給命藥系統的循環變很好 通常這一條筋都很痠 所以你跨越大部越好 往後 然後往前 就是能往下去就往下去 稍微停留一下對不對 停留一下 你這樣做一做我想尿尿 然後慢慢 這個就是可以調節整個系統 護身操 對 第一招做完以後一定要這樣子 這個系統就會很痠 然後做久了以後 常常做這個就會 整個狀況都很好 包括腎臟跟腎筋的狀況 都還滿好的 對 也許特別是內側的肌肉 是要跨大部 好 所以大家在家裡頭 穿平底鞋或者是光著腳 如果到公園的話 站穩了跨大部 往前彎 往後彎 記得雙手護著你的腎疏穴 跟著一起坐 那麼當然選好的地方 有的時候讓自己稍微放鬆一下 對 然後也像你 你說的天地之氣 這個我們也可以稍微 跟仗衣稍微套近一點點 夏天大家很容易流了一大堆汗 我們最擔心大家沒有補充水分 或者好多的節食 可能會來今天的飲食 記得運用在生活當中 健康1.0 下次見 Bye Bye